我一直给大家强调 打游戏你如果一味追求技术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么问题来了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这种会人情世故的黑市 出现的几率可以说是接近于零 今天大哥不一样的 扶平了这么久 今天也能坑粉丝 啊不 求粉丝帮我买一下黑市 这是蹦蹦吗 还有龙虾套装吗 当粉丝提出质疑的时候 主动表明身份 他就是蹦蹦你白痴 你白痴你不会看他的乐度 OK啊 第一批冤种粉丝已就位 那这个阵容搭配呢 大家也能看到 分速搭配啊非常合理 有谱6有独眼6 那么我呢也是穿内身刚6 因为只有刚6套才能给足队友安全感 让他们毫无畏惧的往前冲 增加主播和粉丝间的友情 并且我还承诺啊 如果这一局带我赚200万啊 那黑市买现在两件刚6都送给他们 顺便看一下我的粉丝啊实力咋样 大概作战计划呢是这样子的 等会儿呢发现敌人来到他们心上 我在旁边打打眼 不啥的 卧槽 这啥时候后面也钻撞一个啊 哎呀 这如果我去打王者 那绝对是个能拿国普标的辅助 帮队友打辅助 而且还不抢他的人头 笨笨你憋丝 全没了全没了 笨笨全没了 嗯运气不错 抱了只麻辣小龙虾 暴率是真的高 掉了个六甲六头 直接给我宠上天的 现在该去贵贵学校拉住了 那啥 一号小贩 刚刚二号一位二 我觉得你也很有必要 效益过你的实力吧 为了奔奔 哇 牛啊 一位三一点都不带松呢 但是呢 有个现实的问题来了 这两件六甲加一个六头 最多卖四十五万 发家制服呢 还是得回我老家去一趟 车被开了 不打不加呀 W是绝对不会到我们这儿了 稍微感觉情况不怎么谬了 看来还是得适当的身份援助之手 我把他奔奔牛逼 奔奔牛逼 奔奔牛逼 笑话 我奔将的全自动SKS 那个是得到官方认为的 贴脸硬钢 难怕你金质被困 他们都得照卫生件 哎呀 又是一个正红麻辣小龙虾颜色 六包 躺一下包 变卖五再拿点 本来队友还想把敌人掉了六甲给我 可是我要的是现金 不是装备 这两个盒子连个毛都没有 下一个 其实我自己也差点问他小龙虾了 这打游戏是真的靠运气 我不想要装备的时候 他就使进来 金条绝对给这队藏到加密箱了 从辐射局出来 战备制裁2.3M 再绝对试试试试 哎呀 昌天啊 大地啊 让我多赚点拿不留吧 阿哲 捅了红光窝了吧 要不这就叫红光局吧 满打满送来最后赚了172万 没事 咱也不是缺钱的人 剩下的钱呢 我补上 先把黑石来下 再来两个钢铁头 也算是靠劳两个小粉丝带我扶平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